新型無人機再次展開飛翅 5米 7米 5米 垂直起降高度一路爬升到50公尺 動力轉向開始平飛 2 2 7 2 8 30 機型名稱還沒完全定案 但能確定的是 他和中科院一剛軍用無人機 系出同門 我們對於中科院來講 我就是叫一台完整的飛機過去 這整台飛機的機體的架構 它就是一個複合材料的 也就是我們公司最擅長的部分 中科院去安裝他們的系統 然後進行廢測 以眼前這台垂直起降無人機為例 他的目標就是要 完全的符合軍用規格 但你能想像嗎 他輕巧而強韌的主量結構 竟然是由上百片 這樣子的碳纖維所組成 取出碳纖物料 經過電腦的剪裁 貼上模具 接著抽真空 送進熱壓爐 高溫壓制之後 依照設計藍圖裁切組裝 那比如說我們的飛機的腳架 我們會用灌柱的 那機體的零件基本上 百分之九十幾以上 都是用椎壓爐的 小智建祥 大到被稱為台版死神的 騰雲無人機 乃至於正密集 接受戰策的瑞淵二型 機身全都有此誕生 但是有一手包辦無人機的產製 並不合乎成本和效益 這家無人機可以分為它的材料面 就是大家常說的碳纖維 第二個是石墨烯 那第二大部分就是航電系統 那第三部分是微機電箱 說它上面這個旋翼機的驅動馬達 第四個是除電的電池 那這四大類台灣 其實都有不錯的基礎 樹葉有專攻 以這間科技廠為例 強項在於複合航材 結合各個領域鎖藏的過程 也催生產業鏈 對於軍方就是積極的製造 系統一定是他們做 對於一般商用的 或者是比較低階的無人機 那我們會尋求各個廠商的整合 你的首載 你的動力系統 我們的機體的部分 我們的資料鏈的部分 各方面我們會去尋求 符合MIT 產值隨著縱效而倍增 單看碳纖維 根據印度市場調查公司推估 到2035年底 市場規模有望突破新台幣 2180億 年代讓從現在起算的 複合年成長率上看8.5% 視野再放大到全球軍用 無人機市場 去年143.5億美元的規模 被預計6年之後 再擴大到新台幣 7543億 不過大環境成形已久 台灣想要分食大餅 除了跟緊腳步 也必須試著結合優勢 AI無人機目前看來 它是非常非常難去做 這個干擾的系統 對目前來看 AI無人機應該是趨勢 偽創入主 這個經緯航太 那你現在看到了 投資的實力 現在主導的方向 就是AI無人機 當然這個也有門檻 你相關的模組 你的辨識系統 你的資料庫 都必須要相當完結 能否在趨勢之中另闢商機 專家建議 除了連結新起中的AI技術 也要觸類旁通 航空業使用碳纖維的大宗 那其次才會是無人機 第一個衛星 它是一個外面是要保護 很厚的一個負材 三明治結構 在ESG部分 我們在維收料的部分 會用在次結構 當然無人機出來要很多飛手 這些部分的人力了 所以都滿缺了 所以我們現在 就朝著跟一些學校的合作發展 民間新辦飛手培訓班 風向漸趨明顯 其實軍方早從今年第二季 就委外成立訓練中心 不過成效仍帶累積 我看軍方並沒有完整的配套 所以在執行上 應該要去做主導的方向 而不是由商業來主導軍方 不分軍規或商規 無人機與周邊既然目的是軍用 確立需求是當務之急 以立防務找契機 也為產業帶動商機 TVBS新聞陳如環葉府 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